目前正在广州集训的国族,进行了一场的热身赛,对手是中一冠军中甲新军沈阳城剑。 从5日集中到18日与沈阳城市队进行热身赛,中国男族此前已经在广州进行了近半个月集训。 在此期间,全队累计经历了5次一天三练,训练强度,密度之高,在近年来的国家队训练中也比较罕见。 经过近半个月严格苦恋后,新国族上下半场排出两套完全不同的阵容,展现出积极的新面貌,以8比0大胜对手。 国族上下半场排出了两套完全不同的阵容,其中上半时的主力阵容,为门将刘殿座,后卫李磊,于大宝,张林鹏,吉祥。 中场无锡,郝俊敏,持中国。前锋刘彬彬,董学生,艾克森。 球队在上半场打进三球,其中艾克森一人独进两球,张林鹏也有一球入仗。 下半时主帅李铁将包括门将董春宇在内的其余球员全部替换上场。 结果,杨旭上演了茂子戏法,高准意,姜志鹏也各有一球进账,最终,国族以8比0取得一场大胜。 一直被球迷续称为虐菜高手的杨旭,此番再次展现出了虐菜实力。 去年在与关岛的摄域赛中,杨旭就曾完成大四喜的重举,不得不说,杨旭这名中锋在面对弱队时,确实有非常大的得分优势。 尽管比赛的性质为热身,但据了解,中国队对比赛的态度非常投入,无论首发还是替补队员,都竭力展现出其最好的一面。 替补阵容比首发阵容还多进两球,这或许并不足以证明两套阵容实力优劣,但却证明现在这支国家队,内部竞争的气氛非常浓烈。 国足热身巴球大胜国足热身巴球大胜李铁,在带队过程中一方面要求队员们能够做到刻苦训练,同时也希望通过良性竞争盘国权队用忍机制。 他也告诉队员们,没有谁是绝对主力。 目前的形势下,国足想大进12强赛,基本只能靠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二,身份出现了。 这样一来,在若吕身上刷性胜球,倒显得比较重要了。 整体对比其他小组的情况,国足还是有很大概率,可以打进12强赛的。 我们看下来,我们看上去。 我们看上去。 所以,一块钱。 你看上去看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